不久前,俄罗斯曾高调公布了六大杀手锏武器,以威射欧美西方国家的军事围堵和封锁。 其中六大杀手锏武器分别为28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、匕首新型高超音速导弹、先锋高超音速导弹、海眼和动力巡航导弹、佩列斯维特机光作战系统和波载东和动力无人潜航器等。 而俄罗斯公布的六款杀手锏武器中,已经有多款服役,或者即将服役,其中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佩列斯维特机光作战系统,甚至28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也进行了多次试舍。 在俄罗斯公布的六款杀手锏武器中,28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,则是重中之重。 萨尔马特弹道导弹由俄罗斯马基耶夫火箭设计局研制,该导弹将采用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,其发射总重量达到了200吨,最大射程也超过了16000公里。 并可搭载任何类型的弹头,包括10枚重型核弹头或者15个分导式核弹头。 与此同时,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也采用了一体两型的设计思路,针对欧洲和美国设计出了不同射程的方案。 另外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能突破任何空中防御系统,即便美军现役的多款反导系统。 在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面前,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。 根据俄罗斯公布的消息,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将在2020年前后服役,而一旦该导弹加入俄军服役,俄罗斯的战略和打击能力将得到质的提升。 当俄罗斯的杀手锏武器开始服役或者试射一级量产之时,国内却传出了一个不好的消息。 据俄罗斯塔斯社7月22日报道,日前俄军工部门破获了一起严重的间谍案件。 一名俄中央精密机械研究中心的技术人员,其将刚刚试射不久的国产高超音速导弹的图纸等机密资料,全部泄露给了美国的情报机构。 这也是俄罗斯近些年来最为严重的泄密案件,而将国产高超音速导弹的资料泄露给美国,很容易让美军找到破解的办法。 这将严重削弱俄罗斯的战略威慑能力,好在叛徒被挖了出来,避免了俄罗斯更大的损失,而这也给中国提了个醒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